我覺得最近好怕聲喔 看到你們那麼多人瘋友 所以我想說 因為這山裡躲太久了 對啊 所以我現在很平靜有沒有 很平靜 因為 就是去山裡面呆了一下 訓練嗎 我們去那一關就是 那一關你們知道什麼嗎 就是在山裡面打坐 結果打坐之後感覺有什麼收穫 我覺得我下山之後有比較平靜 就比較不會那麼浮動 就是知道要 就比較會就是觀察 你知道內觀往內看 開始知道呼吸的流動是怎麼樣 雖然現在還是有不穩定的因子存在 只是它就是稍微再比較裡面一點了 我是一個超容易生氣的人 可是也很來得快去得快 沒有耶 關於耐心電視還是一樣沒有 所以我就一直跑步 然後就一直靠運動來 就是把自己的精力用完之後就可以 好好的就是 心平氣和的對待一些事 因為沒有力氣了 我一直都 對跑步 我就一直都很喜歡跑步 可是一直都沒有機會 參加相關的活動 然後其實關於要參加活動這件事 我也蠻緊張 因為平常跑自己就跑開心就要 可是一有活動你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要來拼個什麼名次 或者是要就是在大面跑 就是突然有壓力 就變成平常在訓練的時候就說 現在是不是要配衣術 我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就開始想說不對 這樣子就有一點 好像沒有辦法太輕鬆的去面對這件事情 可是當初那個是真的差一點要跑 因為12K或是4K對我來說 是小差一點 我平常都是20幾啊 所以拳馬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大挑戰 然後本來一直要去跑一個拳馬 本來我9月要去法國 然後我已經訂了兩次機票都 後來都有事情卡住 所以妳永遠都會有事情 所以妳永遠都會有事情 啊 你們不要這樣 我今天才收到那個報名表記來 我想說啊 不能去很痛苦 不過也鬆了一口氣 不會啦 我今年一定想辦法 這樣不行 我自己跑完試試 可以把它PO上網 說我終於完成自己的拳馬了 我覺得確實是有這麼一個部分 因為就是怕你知道晚上沒有人 陪你聊天啊 什麼會睡不著 所以只好讓自己累一點 可是晚上其實做太激烈的運動是不好的 包括跑步 所以我覺得晚上大家走走路就好 因為會 你會太亢奮 會沒有辦法睡覺 反而本來是想說 啊那邊跑得累了 回去夜深人靜可以睡著 反而翻來覆去更難露眠 因為我真的也太不喜歡出門了 我出門就是運動 不然就在家就拼圖 那可以參與我這兩項 跟我做這兩項活動的實在太少了 就我周圍很多男生朋友 他們完全沒辦法跟我一起跑步啊 那你說拼圖 大家也不想待在家裡面做那些事 而且我不喜歡讓人家碰到我的拼圖 我覺得他會 會少 就會就是因為你碰了 所以我拼圖少了 就永遠就覺得缺一塊 所以也沒辦法 所以我就 不行了 找不到可以跟我參與這兩件事情的人 他自己也沒有啊 外頭 所以我們兩個就說 以後互相如果在浴室跌倒 互相幫忙扶下 所以我們兩個住很近 不能離太遠 我們說不然以後真的 兩天沒出門都沒有人發現 而且我們其實在浴室跌倒 不是不可靠啦 就沒有那麼必須啦 嗯 因為在戲裡面其實很多都已經經歷啦 也過癮了那麼多帥哥對不對 對 我就想說我身分就是帥哥太多 所以標準就是變的 變得 我覺得變歪了 就是開始喜歡一些 就覺得 欸你怎麼會喜歡這個人 對 然後可是 沒有啦 我覺得緣分來了自然就會 我也會有一個好的那個 嗯 一直都沒有什麼受限啊 只是希望可以跟我一起分享我的生活 可是因為現在 因為單身太久 所以 自己的生活習慣也變得越來越孤僻了 所以越來越難讓人 融入在這個生活裡面 嗯 所以有在做乳愛福祉的工作嗎 你說我自己嘛 我沒辦法都一直檢查啊 不是通常這種都是男友發現的嘛 不過真的要勸女生 真的是要定期去做篩檢啊 嗯 不是因為你平常會自己一個人在家 一直自己檢查 好 謝謝 謝謝謝謝